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简单 可是大家发音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这两种就没有放上去 就是比较难的字 还有就是大家发音比较没什么问题的 那换句话说呢 列在里面的都是问题比较大的 当然有的差很多 问题比较严重 有些人有一点问题 就大问题中问题小问题 程度不等 像这个抓住啊 GIAB 因为A是最麻烦的 它有大卷舌 中卷舌 小卷舌 可是你光是看字母看不出来的 可能是A 可能是E 甚至还有别的母婴 因为我们的发音 单字发音问题最大是母婴 子婴的问题比较小 除了少数几个 比较麻烦一点 其他一般没什么问题 就这个抓住啊 我们一般的华人 因为讲中国人 台湾不高兴 讲台湾人 中国人不高兴 这个麻烦啊 干脆讲华人算 顺便把新加坡 香港 所以现在两岸这个 政治意识形态太重了 这个一讲中国啊 台湾人不高兴 一讲台湾 中国有点意见啊 这个很麻烦 同文同种嘛 所以这个一般华人啊 念这个A啊 大部分念不卷舌 Gr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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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全部都念不卷舌 Grab 可是这个正确力啊 不超过三成 所以我们一般发音有问题 就是从这边出来的 就是母婴啊 发音不正确 它是大卷舌 Grab Grab 所以它有大卷舌 中卷舌 N 不准是E 这三个 这个很麻烦 但是你装入俏幕以后 也不难 等你慢慢学习啊 就会分别了 稍加练习 后老外就会说 哦 你的发音很好 其实发音上 美国人也不难啦 就是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这些字母啊 尤其是母婴念的准一点 另外就是腔调 不要太平 不要太平 那当然腔调 跟你这个英文程度有关系啊 这个 这个字的发音到 跟程度没什么关系 就是你 你发音准就准 腔调比较大 你看那外国小孩子 七八岁讲的呱呱叫 他的发音也很标准 可是他的这个 语调啊 比较单调 比较单纯 大人嘛 就是讲话比较有异扬顿挫 所以这个 一个是发音 一个是这个整个语调 语调高低起伏 有的地方快 有的地方慢 小孩子比较分不清楚 因为他英文程度不好 他只是讲的快 发音不错而已 所以这两个东西 所以他是念 gr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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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 sease take or snatch suddenly 反正就抓住了意思 我们看句子 she would treat it to her bedroom to grab puss 这个puss也不好发音 舌头 这个下额 要往下伸 puss 一般只能念到 p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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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 er呢 都是念这个 发音母音啊 就是这个 舌头发音都比较高一点的 像这a都发音 不就是grab grab 这个都是puss puss puss 只能发到 er 这个是 所以像地球啊 well the earth 世界 well 这是皮包 puss 都是要往下伸 这个话 一般人不习惯 不习惯就不准嘛 你就不习惯 你也不知道怎么发 可是你知道发音 er 往下 puss 你觉得有点怪 有点勉强 可是正确发音就是这样子啊 因为你以前没有这样子发 所以你如果知道我跟你讲了以后 你知道puss 你一开始不习惯 可是习惯成次啊 慢慢你念习惯 久了就不觉得怪 一开始念的时候 下额往下伸一点 可是老外没那么伸啊 没那么往下伸啊 他发音是有往下 可是他嘴型没那么夸张 因为他以内化 你习惯了 所以你一开始念这个er 一开始往下伸一点啊 牙齿都看到了 没关系 可是你慢慢久了以后啊 就不用那么夸张 就是音有发到准 就像一般人嘛 射弓箭啊 射枪啊 一开始不熟的时候 哇 那个动作很夸张啊 神枪手机没什么动作 响就出去了 他习惯啊 不需要那么多动作 或撞球啊 你不会打的时候 哇 那个动作很夸张 会打的 他就没什么动作 就很自然 因为他已经抓住窍门了 she returned to her bedroom to grab her purse 他 这个 一字夺一 也可以是撤退 也可以是回到 他回到他的卧室啊 拿起了 抓起了 拿包包 走了之后 老公说 你什么东西忘了 老婆说 对对忘记 皮包没带 或者手机没带 就回到房间 去把 把这个包包带 带上 这个毕业啊 这个也是大权势啊 那不会念的 grad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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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他不是这样 老外一听起来 也不能说你错 他大概也听懂 可是他就觉得 就发音 就是听起来不舒服 所以这个发音 好坏啊 除了这个音准不准 人家听得清不清楚以外 还有个礼貌性的问题 因为 你说我这个发音不准 这个跟礼貌什么关系 我就是 我就是华人啊 我就 就没那么标准啊 可是 为什么跟礼貌有关系呢 就是 人家听得很累啊 就两个人交朋友 或者讲话 那你做什么动作 讲什么话 人家听得很累 那人家就 造成人家的负担嘛 不舒服嘛 那时间一九年 就不想跟你交朋友了嘛 所以就是 有的时候 人能交朋友就说 他跟你在家 觉得很舒服啊 讲话也很舒服 什么都很舒服 你个性也很好啊 什么的 我抢着服装 这个很有礼貌 他就喜欢跟你交朋友 英文老师讲的发音 很怪腔怪跳 他听得很累 他听久了好一点 可是老师还是怪怪 这也就是 跟礼貌有关系 因为造成人家负担嘛 人就是 你造成人家的不舒服感 这也是礼貌的一种 人家不舒服嘛 你说这有什么 我没办法 可是人家让你不舒服 你说不行哦 让我不舒服 我就不干了 我让人家不舒服 没有办法 我不是故意的 所以同理型啊 graduate graduate 另外一个窍门是这个 它不是误 它是问 graduate 所以这个字 也不太好发 graduate 意思呢 receive a diplomat or degree 就毕业了 拿到文凭 拿到学历 what are you doing or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hen you graduate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hen you graduate 当你毕业以后啊 你打算 打算要做什么啊 是继续念硕士啊 继续念博士啊 还是找个工作啊 还是延避啊 延后毕业啊 还是先结婚生子啊 还是回家那个 这个叫啃老族啊 这个孝敬父母啊 你毕业以后 你打算做什么事情啊 或者先当兵啊 我出国留学 这个意思 gram 是功课 工制的 工制的功课 the basic unit of weight in the matrix 公制里面一个 一个基本 比较小的单位 那这个字 你看 连续三个字 都是大卷舌 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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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到不卷舌 又完蛋了 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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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外又听不懂啊 I bought 500 grams of salt I bought 500 grams of salt gram 那这个salt 盐啊 跟bot 都是 都是欧的音 可是这也不好念 它卷舌的欧 如果你 不会念 所以很多人都是 反正欧嘛 就是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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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念不卷舌的欧 那比较好念啊 他是卷舌 board 你看不卷舌 念boot 人家会听成船 B-O-A-T 就是 人家会听错 你明明说 我要买啊 买得过去是 board 可是你念boat 人家听成船 salt 你念salt salt 人家也搞不懂 什么意思 salt 它是卷舌的 Bought Salt I bought 500 grams of salt 这个grammar 文法这边都是大选生 gram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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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念的时候不选生 grammar grammar 又不准了 Sision-reviewing language 就是一种语言它的一个法则 所以叫文法 语文 语文的法则 叫做文法 但文法讲起来也没那么严重 文法是在后面的 文法怎么在后面 那什么是在前面 叫语法 当然文法也是语法 什么意思 全世界各个民族的语言 没有哪一种语言 中文 意大利文 没有说我先有文法再有语言 再有表达 先有表达再有文法 文法是解释语法 解释语言的表达方式 所以先有语言 大家讲熟了 讲熟了以后 然后再有文法去解释 当然对母语来讲 它也没什么需要解释 我就讲习惯了 这个文法知道不知道没错 我都已经会讲 但是对外国 外国人来学这个语言就很重要 因为你不是母语 你就需要知道一些它的法则 再去学比较快 当然中国这百年来 就文法教得不好 文法是该教 绝对该教 可是有时候是麻烦 一下教都太深 这个或者是 要么就是太深 或者是老师教的时候 没有拿捏好 就让学生心生畏惧 所以文法应该是浅显易懂 有些太深的就先不要弄 所以文法是辅助 结果中国是教育 文法变成魔障 变成大家很害怕 这完全失败了 文法是帮助你去了解语言 不是去阻碍你了解语言 可是大家一定 上文法课了头痛 考文法了完蛋了 这不对了 不对了 最后一个特殊文法片里面 就是针对一些常见的文法 可是老师搞不懂 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 叫特殊文法片 大家去看一看 My teacher is really good at English grammar My teacher is really good at English grammar 这我这是老师 英文文法成burban 有一套 那grand就是很堂皇 这个很堂堂正正 很堂皇 Magnificent or splendid 就是很庄严 很棒的 你看这些五个字 都是大选手 grand 当然 这我讲过好几次 我们这个都是有一字多一 但是我们这个 这个频道主要是讲发音 所以我们只是举一个常用的意思 但是并不代表它只有这个意思 像grand 是堂皇没错 那也可以是一千 一千美金 所以这个很多字都一字多一 你不要看了这一集 说这个字就这个意思 没有别的 不是 我们只是 重点是讲发音 我们只是做个举例 它这边是形容词 但它也可以是名词 所以这边 以前讲过这边再提醒一下 不然有人搞不清楚 你说了 这边是形容词哦 可是我别的地方看到它是名词哦 你不对哦 你英文程度不好哦 你不全面 所以我们特别交代一下 Grand Grand 就是如果有可能 所有有可能就是你身体健康 你有钱 你有旅游吗 第一个 你要有钱嘛 没钱万万不能嘛 第二个你有钱 你身体不好 老了 走不动了 或者最近生病啊 你也去不了 所以你有钱 生理状况好的话 你至少一辈子应该一生 去这个美国 科罗拉多大峡谷 参观一次 所以专有名词要用大写 Grand Canyon 你不能用小写 这个visit也不好念 一般人都念 visit visit 它是代额的音 visit visit 所以很多华人觉得 为什么美国就念的 特别标准 特别有味道 因为他的母语 他知道怎么念 那你是外国人学 那你学的又不正确 可能老师发音也不准 现在好一点 像年轻人 有的从外国回来 有的视频 有很多资源 所以现在老师的英文成 发音可能比较好 但是学生不一定 搞不好学生还是听不太懂 所以为什么讲这个频道 大部分华人就是英文 发音就是不好 所以这个你不要念visit 它是visit visit 这个意思 最后打广告一下 我目前有15个YouTube频道 这边就是我 这12个是主轴 12个频道 每一个都可以按订阅 所以总共可以按15个 但是重心是在这12个 有不同的难度 不同的实用性 所以你参考自己的英文程度 跳比较适合你的 然后每个频道 都有一百多集 以上 那就是 看那个缩图 我的每一个缩图 都是提纲切领 都讲了内容 就等于是目录一样 还有标题 你就 先挑你 适合你的 这个频道 那每一个频道 很多这个 影片 短的十来分钟 长的有到三几分钟 不一定 就挑你有兴趣 看缩图 看标题 这一集讲这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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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